在昨天元宵节夜晚淡水清水盐祖师庙前方 由淡水清商会举办了一场元宵节猜灯迷活动 而清商会更准备了上百件的奖品 另外现场还有来自俄罗斯的交换学生 也一同感受这在地的传统文化节庆 昨天在元宵节夜晚淡水清水盐祖师庙前方 由淡水清商会举办了一场元宵节猜灯迷活动 现场非常热闹 清商会更准备了上百件的奖品 还有摸彩品要送给来参与的民众 而会长说其实清商会与祖师庙合作过去 在元宵节举办猜灯迷活动已经有三十多年 相当久的时间 而今年举办更希望带给大家特别的元宵节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元宵节猜灯迷活动 但祖师庙已经跟祖师庙配合了三十几年了 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各位乡亲以后都可以踊跃的参与 那我想今天我也节有幸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是希望可以共襄盛举 来跟我们的淡水清商 未来一起继续推展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更多的乡亲呢 可以再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甚至可以未来把这个活动越办越大 主要就是希望把这样子元宵节的传统传承下去 那我们也希望呢很多的这个居民呢 也可以看到清商在淡水区做的一些社会服务 举防捐血办活动一直都是我们清商的宗旨 那今天办这样的活动能来参加 非常非常的开心 现场不只是有许多民众来参加 还有市议员以及淡水区长都来共襄盛举 议员与区长也抽出在场的幸运民众送出奖品 还有准备灯笔给大家来猜灯笔 而现场还有来自俄罗斯的交换学生 也一同感受这在地的传统文化节庆 感觉很热烈很热闹的气氛 以前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来台湾住这边半年 半年啊 对 今年很好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因为我不知道我有很多朋友们 在俄罗斯他们也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旅行 但是他们没参加这样 对 元宵节或者天灯节 来自俄罗斯的交换学生说 他来到台湾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 第一次参与到猜灯笔活动 感觉非常的热闹 也相当难得可以来台湾看到台湾的传统节庆 更参与了猜灯笔活动 虽然对于外国人士来说 猜灯笔有些许的语文差异困难 但还是能够感受当中的乐趣 也让这一场祖师庙前的猜灯笔 有了一个小小的国际文化交流 记者许多万一带学采访报道